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 我是陈微语 昨天11月27日 一场盛大的支持川普的集会 在民主党大本营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言举行 很难想象昨天现场的热情 用万人空相来形容纽约应该不为过 据说当时在现场有2万多人 而场外还有2万多人进不去 唯有一些在纽约的朋友在现场排队了三个多小时 终于跟着巨大的人潮涌进了现场 而现场是人潮澎湃热情高涨 所有的美国左翼媒体都无法避免这一刻的川普浪潮 几乎当晚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都清一色的被川普给罢评了 我看到很多人在X平台上分享现场的直播画面 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 有几个精彩的瞬间 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请大家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会在每周一三五 周六或者周日更新我的节目 我们先来看一小段视频 你听到这里 2024年人们的中国人 我们是中国人的第一次纪念 我们爱上川普从我们的心中 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是唯一一人能救助美国 Kamala是这么独特的 她是这么低的 我没有确认 没有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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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留在这种独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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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 你已经失败了独特的独特的独特的独特 你失败了我们的信息 你失败了我们的独特的独特 你只需要回家 留在家 to protect American people to protect all the world You are not qualified You just need go home To save America to save the world To put America first If America to be strong To be saved America can save the whole world Trump will love you 我们爱將你VE否再拒絕近 冠冠冠冠冠冠冠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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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mean 你们为了真正四代季aneberger中国人 我们很喜欢你 我们想象所在送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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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2017 我会 Felix都不能这么做 但是我们来到前面的窗戶,而不是从障碍,不从障碍,障碍的障碍。 我们不欢迎这些人,障碍的障碍,来到美国,来到美国,去杀了美国,去杀了美国。 我们不能让这些人来到我们国家再来。 我们必须让我们保护自己国家,让我们保护自己国家,让我们保护自己国家,让我们保护自己家,让我们保护自己家,让我们保护自己国家。 美国第一,美国会最好的国家在世界上。 谢谢,川普。 谢谢,川普。 这是川普。 川普。 我们爱你。 这是第一次给你我,在2016年。 我第一次在川普建议。 当你来到这个障碍,我们知道,你会成为美国最好的美国。 谢谢,川普。 谢谢,川普。 这位华裔女士现在火了。 这是她在现场接受媒体的采访,慷慨陈词。 她的表现让世界震惊,甚至连马斯克都转发了这个视频。 我看到留言区有很多人给这位华裔大妈点赞。 还说这是她们听到的最好听的中式英语。 还有人说,这才是海外华人应有的样子。 这位华裔大妈虽然她口语带着浓厚的中国味, 但确实清晰地表达了她想说的内容。 我相信几乎所有转发这个视频的人都被她逗笑了, 但是又忍不住给她点赞。 自从马斯克转发她以后,这位女士已经在网络上大火, 成为了这次集会中最亮的花絮之一。 另外的亮点依然是来自马斯克。 马斯克在现场被主持人霍华德·路特尼克问道, 你认为我们可以从这被浪费的6.5万亿美元联邦预算中消减多少钱呢? 马斯克毫不犹豫地回答,2万亿。 这个回答让现场沸腾了。 马斯克被川普许诺任命她为成本消减部长。 看来,对于马斯克来说,联邦政府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预算开支, 是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 马斯克还说,只要有更多人提前投票, 以压倒性的胜利扭转摇摆周, 川普就会获得历史性的胜利。 马斯克真的是川普最强的助选, 他和川普两个人是互相衬托, 这两个奇才在一起创造了强大的人气。 两天前,川普总统在乔罗根体验博客中 跟罗根相谈甚欢,他们也谈到了马斯克。 川普说他很棒,他来自不同的星球。 川普讲到这个星链的时候, 也谈到他自己在这次飓风危机中, 为了帮助当地解决通信问题, 就打电话给马斯克。 小马很快就弄来了星链,拯救了很多的生命。 川普和罗根还谈到了政府花费420亿美元, 来布建全国的电缆网络, 却一个人都没有连上,存在巨大的浪费、滥用和欺诈。 如果把那笔钱用来提供星链, 那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到高速的网络了。 他们还谈到了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的问题。 川普说,没有理由认为火星或者其他行星上没有生命。 乔罗根则说,自己认为火星上是没有生命的。 川普回答说,也许有我们不知道的生命吧。 10月26号晚上,马斯克又蹦蹦跳跳的, 出现在宾州兰卡斯特县为川普助选。 为什么说他是蹦蹦跳跳的呢? 因为他每次出场的时候,真的是蹦着出来的。 就像罗根跟川普说的, 马斯克跳起来,连肚脊眼都露出来了。 在宾州的演讲中,马斯克除了为川普拉票, 还首次讲出了自己对影子政府的看法, 外星人以及火星计划等等。 他一上来就告诉观众,自己刚刚查看了选举情况。 在宾州兰卡斯特附近地区, 依然有4万张已经寄出的选票还没有交回来。 敦促他们去追问自己的家人朋友交出选票。 最好是在周二晚上之前,交回到现选举办公室。 因为周三他们关门,情况很紧急, 没有选票的也可以去现办公室当场拿到选票。 马斯克再次强调,这一次选举事关重大, 是命运的岔路口。 他说我们需要城市安全、边境安全和合理的支出等等基本需求, 我们需要摆脱。 还没有等他说完呢,观众中就有人喊出, 淘汰卡玛拉。 马斯克忍不住大笑,说我一直觉得攻击卡玛拉并不是对的, 因为他只是一个傀儡。 卡玛拉和拜登都只是傀儡,攻击傀儡,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说自己以前开玩笑说,没有人想要去暗杀卡玛拉, 还有人误解他,他只是想说这毫无意义。 因为杀死一个傀儡,他们就会弄来另外一个傀儡。 所以也没有人试图去暗杀拜登, 因为拜登一只脚和四个脚趾头都已经踏入坟墓了, 他觉得一具尸体都比拜登更有活力。 因此到底是谁在管理这个国家呢? 他很好奇。 然后他自己回答说, 是一台大型政府机器,一台掌管一切的机器。 而川普呢,至少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不受任何人支配的个体。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令政府机器感到恐惧的原因, 也是政府机器两次试图弄死他的原因。 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朋友们担心马斯克的安全, 说你应该提升你的安保级别,他们肯定会杀死你的。 马斯克说,如果他们开枪,最好不要射偏了, 因为我不只是会抓到枪手,也会找到幕后的黑手。 马斯克说,想想都很疯狂,他们竟然两次试图杀死川普, 而且每周日他们都会用六种法律手段,阻止人们以民主的方式投票。 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呢? 马斯克鼓励大家去看川普和罗根的采访。 说到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句抱歉, 因为版权的问题,我不能够使用罗根跟川普访谈的视频来做中文的字幕, 所以大家只能去看英文的原版了。 马斯克说,没有一个正常的媒体了,极左媒体一直都在喋喋不休的说, 川普向希特勒,莫索里尼,向斯大林,是这三个人的结合体, 比他们都更糟糕。这不是疯了吗? 这些人都是刽子手,杀害了几千万人, 媒体竟然说川普比他们更糟糕。 他谈到传统媒体的运作方法,如何采集新闻,印刷报纸等等。 但是呢,现在时代是变了,人们用网路很少看报纸了。 X平台和其他一些媒体平台不像传统的媒体, 有几个主编就可以控制人们可以读到什么新闻。 现在的这个网路媒体是一个开放透明的空间, 错误的,不完善的,都可以由大家纠正和完善。 马斯克穿着太空部队送给他的夹克, 谈到在月球上,在火星上开展研究, 建立永久的科学基地,在星际之间旅行, 让星际舰队学院成为现实。 最好呢,是去拜访其他星球, 看看是否存在外星文明或者是外星文明的废墟。 对于外星文明,马斯克他认为外星人是很可能存在的, 因为根据物理学呢,地球有大约45亿年的历史, 而宇宙呢有138亿年的历史。 而人类发现的文字只有5500年的历史, 我们的文明就像是一个婴儿, 他认为应该加上古代苏美尔人在泥板上刻的文字。 也许外星人已经在我们当中了, 他看到了非法外来移民, 但是呢他还没有看见过外星人, 他说我们要是去到火星上, 我们就成了外星人, 我们要是大量的移民火星, 可能火星人也要搞一个让火星再次伟大的运动。 就像今天, 美国因为非法移民的侵入, 不得不开展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一样。 有一天,也许火星会拯救地球, 就像上个世纪, 美国曾经三次拯救世界一样, 美国拯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人们称美国为新世界, 火星将称为新星世界。 在回答问题的环节, 马斯克提到, 将今年的早期投票数据和2020年相比较的话, 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选民人数相差大约有20到30万, 上次拜登以8万张选票的优势获胜, 而三角洲地区的早期投票数量, 比2020年已经多出了将近30万张票。 宾州正在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 但是不能自满, 还有很多要做的。 那当晚呢, 马斯克再次无视司法部的警告, 再次在现场宣布 第7名百万奖金获得者的名字, 给了获奖者一个惊喜。 马斯克说, 人们问他这个百万奖金是怎么回事, 然后每家报纸和电视台都在疯狂的抱怨。 不过呢, 马斯克他并不担心, 反而说太好了, 这会让消息传出去。 在马斯克演讲之后, 令现场观众惊喜的是, 川普的夫人美兰尼亚出现在集会上, 发表简短的演讲。 美兰尼亚在演讲中说, 麦迪逊广场花园, 我们的家乡, 力量, 勇气和团结的建筑象征, 成为世界无可争议的工业之都的图画。 金融时尚和娱乐的头衔在一系列标志性的卓越设计结构和艺术成就中汇聚。 对美国的伤害, 促使坚定的公民在城市街道和办公室之间奔跑, 争取成功。 你们是这些大都市的心跳, 犯罪率不断上升, 而公共安全却在恶化。 这为有小孩的家庭选择搬迁, 创造了一个环境。 这个故事在我们国家的各个海岸上演。 这是美国, 几个世代以来, 这座城镇孕育了美国最无谓的领导人, 他们的标志改变了世界的进程。 纽约市和美国需要他们的魔力, 恢复一个我们国家的明天, 塑造我们的未来, 并重新设定几代人的期望。 想象一个美好的美国, 为了我们家庭的利益, 再次拨下安全、繁荣和健康的种子。 让我们以建立在美国伟大之上的共同愿景为出发点, 把握此时此刻, 为明天我们应得的未来, 创造一个国家。 Melania已经成为了川普得力的支持者了, 她的演讲充满了大爱, 展现了一个包容和智慧的第一夫人形象。 最后在Melania的介绍以后, 川普在上帝保佑美利坚的歌声中走上台。 很多人都因为那一刻感动的流泪。 我知道, 这是他们对美国美好未来的一种渴望和期许。 有人说, 他相信如果选举没有舞弊的话, 纽约早就翻红了。 大苹果纽约这次会不会翻红呢? 而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的德州, 会不会又翻蓝? 似乎还有一些不可预测的事情会发生。 哈利斯26日去了休斯顿造势, 但有想翻蓝德州的意味。 精准预言, 川普被枪戒耳朵的牧师布兰登也曾经警告说, 德州处于危险之中, 又被翻蓝的危险。 27日, 哈利斯去了宾州最大的城市费城, 安排了一整天的竞选行程, 包括拜访非裔教会、理发院以及波多黎各餐厅等等。 这是他第14度造访兵州。 虽然纽约是民主党的票仓, 但是川普乐观地表示, 他有信心拿下纽约。 川普再次在演讲中重复他对罗根说过的话, 赞扬马斯克的巨型兴建助推器成功着陆。 他说, 他打电话问马斯克, 伊隆, 刚刚那是你吗? 马斯克说, 是我。 川普说, 伊隆, 你是个天才, 你真的是个天才。 我问你一个问题, 俄罗斯能做到吗? 他回答说, 不能。 中国能做到吗? 马斯克回答说, 不能。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能做到? 马斯克说, 没有人能做到。 他们十年内都无法做到。 川普也重复了跟罗根访谈的时候提到的, 关于他接到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皮扎一电话的事情。 川普表示, 他打来电话说, 我们在麦当劳活动的点击量, 比我们过去获得的任何的关注和讨论都要多。 不过呢, 要我说呀, 是差不多的样子。 川普10月15号, 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访谈上曾经说, 他给谷歌的负责人打过电话, 抱怨谷歌搜索引擎, 对他的竞选活动的曝光方式。 他说, 他们只有坏消息。 换句话说, 如果我有20个好消息和20个坏消息, 但是人们只会看到20个坏消息。 我认为这完全是被操控的。 在这次活动中, 川普提议为在家照顾亲人的美国人提供税收抵免, 直接减少这一类人硬缴的税额。 哈利斯在10月初曾提议扩大医疗保险, 以涵盖老年人的居家护理服务。 川普和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同台时提到了一个小秘密, 并且表示, 这个秘密有助于共和党在这次的选举中获得优势, 并且维持共和党对众议院的控制权。 川普说, 我们的小秘密正在产生重大的影响, 等选举结束以后, 我会告诉你们这个秘密是什么。 这个小秘密是什么呢? 悬念什么时候才能揭开呢? 期待川普揭开秘密。 好, 最后, 我要感谢在我的网站上给我捐款的朋友, 尤其是Peter Wang, 多年来一直支持我的节目, 也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 最后,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专属网站, www.成威宇.com 希望大家有空去访问这个网站, 里面有一些我的周边商品正在完善当中, 目前有几款比较有我自己特色的T恤, 比如说像大雄在我20万订阅的时候, 送给我的手绘漫画。 大雄是中共国内知名的漫画天王, 他被中共封杀了, 原名叫郭敬雄, 他的漫画作品, 电影还有原创歌曲都受到人们的喜爱。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幅漫画, 独一无二的漫画啊, 做成了我的这个, 微语看时间的珍藏版的T恤, 大家看, 这个呢,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呀, 也可以买来珍藏, 那也算是呢,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另外呢, 还有像眼贴面膜黑膏枝等等呀, 大家都可以在这里购买到, 因为平时看电脑和手机太频繁了, 我们的眼睛受到很大的伤害, 眼睛会感到干涩疲劳, 甚至视线模糊, 那么这款日本眼贴呢, 就能够非常好的改善这样的现象。 那我自己呢, 也有试用过这款眼贴, 大概贴上五分钟之后呢, 就感觉眼睛呀, 没有那么干涩了, 确实有清新醒脑的效果, 那这个眼贴一共是六片, 拆开之后呢, 大家可以贴在这几个穴位, 一个是这眼睛内侧, 一个是眼睛的外侧, 然后眼睛底下, 一共是六片, 大家贴上以后呀, 就五分钟之后啊, 应该就会有感觉的, 有些人感觉会比较强烈, 会感觉到想要流泪, 但是我呢, 并没有只是感觉到非常清新醒脑, 那我听说呢, 它可以对这个花粉过敏症啊, 有一个舒缓的效果, 另外呢, 可以改善假性近视的作用, 可以促进这个眼部的血液循环, 而且呢, 它的原材料呢, 是百分之百的植物, 天然植物的萃取物, 不仅能够舒缓眼睛啊, 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肝精和肾精, 如果每天使用的话呢, 会让眼睛看上去神采奕奕, 那我会让我的小编帮忙呢, 贴上这个购买链接, 大家就可以点击链接呢, 去我的网站购买, 另外呢, 如果您认同我的付出, 愿意为我们的真相频道助一臂之力, 可以在这里选择捐款, 支持我在寻找真相, 唤醒众人的道路上持续前行, 最后有一个请求呢, 就是请大家在网站上留下您的邮箱, 大家知道呢, 这个YouTube这个平台, 对于很多内容啊, 都是有限制的, 那以后呢, 我们可能会将更多的敏感内容, 发布到其他平台上, 如果大家留下邮箱呢, 我们就可以通知大家, 去新的平台观看我的节目, 总之呢, 是希望我们始终保持联系,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